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三层星穹铁道2.51条龙 成就书籍宝箱战利品蝶片仙舟罗浮进风剑全收集 让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进风剑一层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让我们回头 回头进身后的门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 这里有一个宝箱 所以打开宝箱之后我们上楼梯 上楼梯就左拐 在左侧的镜头进门 然后里面是一个魔法 我们对话 进来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一个往上雷一个 然后再点击刚雷的这个往左侧雷 然后再点击刚雷的再往左侧雷 然后再点击刚才雷的 我们往上雷一个 与许正确的回答不值一种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传送回刚才的一楼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有一个门 让我们进行这个门 进门之后我们往右拐 拐过来之后前方在左前方这个椅子上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走出这个刚才的进来的这个门 走出来之后前方有一个木桩 我们来到前方就有一个木桩这里 来到木桩这里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在前方还有一个木桩 在他左侧有一顿NBC 我们来到NBC这里之后 我进入一段剧情 然后我们节节点看看罢了 那就可以挑来一个成就 如果说你没有跳成就 那就选择第一个选项之后 然后再推出来 然后在前方木桩 左前方有个机箱点 我们来到到旁边 然后不要点击进入 然后不要点击 来到机箱鸟旁边之后 我们先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这个方向有一个宝箱 我们先把这个宝箱拿了 拿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 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击角 这里还有一个机箱鸟 然后我们跟他对家画 就有责任感的机箱 一定要先跟他对画 才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好对完画出来之后 这是成就的第一步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再跟这一个 这个机箱鸟 来另一个机箱鸟对画 启动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然后我们升高 升高 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 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有一个亮光 然后就前方拿到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 我们右侧 这个栏盖处我们 飞出来 飞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往前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在一堆箱子上 好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飞到 寄一个什么 好赫高这里 飞到赫高 脑袋顶上 然后在我们的 就是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我们抬头看 我可以升高 这里有一堆光团 这里有一堆一个 就是一暗物 我们飞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堆对话 一定要跟刚才那个责任的机箱鸟对话之后才会出现 然后我们对话 然后我们返航 返航之后在我们的 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找一下刚才旁边有责任感的机箱鸟 然后我们跟他对话 然后获得成就 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贴着前方的镜头墙 贴着一个墙 拐 然后拐过来之后进入一个门 进门之后我们接着贴右侧走 然后出来之后 出来之后我们往右看 就在这个机甲这里有一个宝箱 然后宝箱之后我们继续往里拐 拐到镜头又是一个魔法 然后我们对家化 进来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这一个 我们往左下角雷一个 然后刚雷完的这一个 我们往上雷一个 然后再点击再往上雷 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层的 我们往右雷一个 然后再往左下角雷一个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别忘了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刚才一楼的传送点 这一次我们做一下这个任务 好如果说你这个前方的 就能够看到你感到的任务 如果你做完了的话 你可以跳到下一个分批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 总共有15个宝箱 没有5个宝箱 需要跟NBC进行一下对话 然后这个 骑的顺序我已经给你们放上来了 让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6个宝箱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成就 我们与你同行的回忆 两个成就 然后众密探奇 一个成就